这个男人将被执行安乐死 疾管不明液体正在注射到他体内 结果执行完推回尸体后 发现男人两个眼珠子还整整 原来他并没有死 刚刚是为了欺骗外界 科学家老白只是给他注射了麻醉剂而已 丧彪有点慌了 这啥情况啊 能不能快点让我死啊 老白这时说出了目的 原来他想要让丧彪参加一个实验 同意的话就能活下去 不同意就立刻执行死刑 丧彪也挺郁闷 小时候他经常被人欺负 母亲还被残忍杀害 这让他的性格突变成了杀人犯 但既然能活那就先参加了吧 很快他被押送到了一个实验室 首先给他吃下了一颗药丸 并且六小时就得吃一个 丧彪有些警惕 吃下这东西不会生不如死吧 老白解释道 这是我们新研发的善良药丸 只要吃下它就可以改变人的性格 它会让你暴力的性格变得善良 让你自发的认识到自己犯的错误 丧彪嘲讽了起来 我就不信你这破药丸能改变我 随后说实验多久 老白说你的余生都是实验对象 将会对你定期观察 为了能活下去 丧彪还是乖乖的吃下了 但很快意外发生了 因为他竟然开始主动攻击工作人员 似乎性格变得更加暴力了 打倒他们后 一个野蛮冲撞就跳出了窗户 马上爬着铁网就要越狱了 结果被身后的狱警打了一枪麻醉身 丧彪瞬间被麻翻了 等他醒来后 发现自己的纹身居然没有了 原来是被工作人员洗掉 他们在外表上也要让他变为良好市民的形象 晚上他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